同學們,當你看到一些明星、歌星生得這麼美、這麼英俊 你會不會很羨慕呢? 會不會希望以後天的努力來補救先天的不足呢? 但在瘟疫之下,人人一出街就戴口罩 只是露出一雙眼睛,使得每個人的樣子看來都差不多 有些更是full gear 出動,一條鼻毛都不外露 看起來人人都好像韓劇,愛的迫抗入面的李政客 如果從此之後,大家對著他人都必須戴著頭盔和面罩 那你還會不會埋怨自己,沒有劉華和古天樂這麼帥仔有型呢? 還會不會羨慕其他人有一張小鼻尖腮的韓星臉孔呢? 這個年頭,通街都是美容、美白、瘦身簽體的廣告 這些管理都是商業公司速銷賺錢的手法 但是因為用了很高明的包裝宣傳手法 請了明人、明星做代言 很容易令大家產生一個錯誤的觀念 就是人的外在美是非常重要的 人如果不夠盡美,就是一種缺陷、一種遺憾 甚至上是一種罪過 這裡令到外表盡美的人更容易自高、自大 不夠盡美的人更容易自卑、自贊 這裡也使不少自覺外表不夠美的人 為了得到他人的讚賞和接納 就算花大筆錢引很大的痛苦去做整容手術 都在所不惜 就算把父母辛苦賺來的錢 都用在名牌衣著、潮流發言之上 都毫不心痛 是的,愛美的確是人的天性 我亦都承認外表的盡美 是會令到我們自我感覺更加好 我亦都很想自己擁有盡美的樣貌和高挑的身材 但是,云云世人之中 除了少數人有天生、麗質 一出世就像明星般的樣子之外 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外表平凡普通的普通人 不過,這個不是缺陷、不是遺憾 更加不是罪過 只有當一個人過分地注重外表的盡美 只有當一個人把外表的盡美 當作是人生最重要的追求 這個才是一種缺陷、一種遺憾 才是一種罪過 同學們,外表的盡美真的不是很重要 也都沒有什麼價值 對於具有理性思考和道德情感的人類而言 更加重要更有價值的美麗 並不在於外表 而是在於內心 因為外表的盡美 或者可以得到別人一時的讚賞和接納 但卻無法令別人真正而且長久地喜歡自己 敬重自己 一個人如果要得到別人的喜愛和敬重 應該擁有的美是外心的美 即是良好的人份 不過大家不要誤會 我講的是我們不應該追求外表的盡美 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注重儀表的端正 外表的盡美和儀表的端正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而表端正的端是指端莊、莊重 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是沒有辦法避免和其他人相處和相見的 當我們要見外人的時候 我們的服裝是不需要昂貴 但必須要結成整齊 我們的髮型不需要新潮 但要梳理整齊 我們即使沒有辦法擁有盡美的樣貌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擁有溫暖的笑容 友善的眼神、禮貌的語氣 在我們和其他人相處的時候 我們保持端莊的儀表 並不是為了展示我們外表的盡美 而是想展示我們對其他人 同時都是對自己的尊重 因此一個儀表端莊的呈現 其實就是我們內心盡美的呈現 儀表端正的正是指正確、適宜 我們都要注重儀容 是不是正確、恰當地符合不同的場合 和自己的身份 例如你在沙灘上面穿著泳衣是很正確的 但是如果你行商場的時候 穿著泳衣就不是很適宜 就算你的身材再好 都不會得到他人的讚美 但又比喻一個OL 每天化行裝去上班是正確的 但是一個學生回讀書 就適宜以掃眼去到見人了 又如果我們去喪禮的時候 穿著大紅大綠 去舞會的時候又穿底橫交托 這些不單止不正確、不適宜 更加是對別人的一種冒犯和不敬 同學們 外表是天生的 意表是後天的 外在的美是生成的 內心的美是養成的 所以不需要再把你寶貴的時間、精神和金錢 消耗在追求外表的盡美 也不應該再為自己的外表不夠俊美 而耿耿於懷 而粉粉不平 而自卑自責 而自怨自艾 只要你注重培養自己的人品德性 注重自己在義容和言行上 面對他人的尊重 你就是一個最美的人 你一定會比最美的明星更加吸引 更能得到其他人的喜愛和敬重 更加